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贫富悬殊越来越严重 加上政治的操弄以及种族之间多年来的嫌隙 终于爆发了1998年5月的排华暴动 在这场风暴当中 超过1200位的华人被杀害 5000多家华商的工厂被攻击 史上称为黑色五月 明朝的镇和下西洋之后 有非常多的华人来到东南亚落地生根 印尼是他们的重要据点 华人乘风破浪的勤肯 加上聪颖的商业头脑 很快地就占有经济优势 在印尼这个国家 华人的人口比例不到3% 他们却掌握着全国的经济命脉 华人的生活多半比较富裕 他们身处豪宅 可是旁边就是贫民窟 却常常视而不见 富人一餐饭 穷人半年两 是常有的事情 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排华暴动之后 印尼的华商也开始想 这个国家我到底该走还是该留 上人给了他们六个字 叫做以爱化解仇恨 唯有爱能够化解彼此之间的仇视 唯有付出与回馈才能消弭彼此的鸿沟 印尼的华商把这句话听进了心里 他们原本都生活在金字塔的顶端 可是他们愿意放下身段试着做做看 于是在发放现场 你看到富有的人帮贫穷的人扛大米 在一整现场看到华人搀扶着老弱妇孺 他们也替中下家庭新建住宅 还有让他们的孩子有书可以读 这场社会实验经过二十多年 似乎渐渐地有了成效 印尼人跟华人之间看到了彼此的真心 此间印尼分会的执行长刘宿美 他曾经这么说 他说排华只是少数人的行动 大多数的印尼人还是善良的 确实以佛心看人 人人是佛 在这个全球人口最多的穆斯林国度 佛教的落地 华人的生根 其实都是一场心灵的觉醒 实际是很多人做 不是我一个人做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团队 大水灾那时候我爸爸就非常担心 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野家大都淹水了 所以说这个水灾好像比较大的问题 是不是要不要请是商人 我爸爸说好啊我们就去 全部是商人教我们的 比如说商人在打艾成的时候 我第一次参加自己要做的时候 他指的很清楚 我要的什么安身 安身就是让他有记住的地方 安身后的身 我要让他有生活条件 要他能够以后有工作做 要安心 让他们里面他们的父母亲 能够孩子要去读书什么都会安心 这个三个条件 第四呢 他说我要你做一个抹翻村 雅琪发生灾难的时候 常人就第一句话 你知道不知道 全部尸体人在哪边 小孩子的尸体一路上都是这样走 一岁 两岁的都很多 看宅需要什么 需要帐篷 需要什么 那时候总会也是摸了好多东西 要来印尼怎么去做 开始一直去谈 我们这样一直这样走下去 我们很幸福因为能够的助手 因为我们能够的助手 因为我们很幸福 因为我们的父亲已经帮助我 阿姆陀佛 阿姆陀佛 我们很幸福 现在我们以前是家庭的 现在我们已经有家庭的 现在已经有家庭的 阿姆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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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一千四百万人口 明天要吃什么可能还比较担忧 那有钱人呢 大概有三十千万人口 这个比较已经富有的 如果能够两个人去帮助一个人 就不到了 这个等于说就没有贫穷的人了 这个比较令人们也试不过 他们在衣服上门 这次比较 divers mysteries 是越来越多的 视频者就比较看 ai大家有受到财人zigéch地 点出 PT 解释,"担心》 想要由黄穀 以那家努力不如 它是像我们手指一样,有长有短 那我们如果觉得我们是比较有力的手指 那就要发挥它的潜能 我希望成立大学 我希望帮助我的老师在幅上 我的名字是苹果 我从北部的尊重 我希望成立大学的尊重 我的尊重 我成立大学的尊重 希望我可以遇到其他人 海印是來不及的 尤其是呼吸器 還有測試劑 還有醫療用品 口罩等等 防護衣等等 因為那時印尼是什麼都缺 可是空印的時候 民航機停輝 那我們一定要專機 那一趟的專機費用是非常高的 我們也真的要感恩 我們的那個阿遠師兄 榮年師兄 還有我們永鋒生師兄 其實還有印尼很多的實業家 他們很信任此技 支持我們 所以我們才能有 這樣的大量的物資的採購 能讓疫情平息 此地不是說我一個人能夠做 做不了 裡面全部都是志工來 每一個人每一個人有它的長處 也有它的短處 所以說我做此技 我對志工來講 只有我有一個要求 只要它的觸發點對了 就是對了 我們的心要很開闊 我們的心要很開闊 可以包容天下 這叫心包貪心 量作殺戒 我們的心量要普及 就是世間與其 為有沙塵的地方 就應該要有慈激的主機 怎麼去進化人心 實際也是在生根 印尼福源太大 人口太多 可以帶動更多的人來做 那其實是一個是善的共鳴 取消財 永不見 然後 我們要依靠 出獄 我們要求 按個完好 我們要求